特地医院接诊压力也越来越大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被认为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如果突然出现发热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该怎么办 北京地毯医院感染二科主人医师蒋荣蒙提醒 先进行自我病理评估 不要盲目去医院看病 如果属于轻症的 比方说体温不超过38度 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 比方说气促 胸闷 憋气 活动以后的心跳加速 如果没有这些情况的话 同时又没有这些慢性的疾病 比方说慢性的肺部疾病 心脏疾病 有恶性肿瘤或者有免疫功能低下 这些情况的话 建议可以在家隔离 盲目就医不是最佳选择 学会自我病理评估更加重要 打赢这场病毒战 不仅要依靠医生 也依赖每一个普通人 让我们一起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